另外高雄有民眾日前眼看前方的警車原本要左轉 卻忽然向右靠邊也質疑遠景軌切 對此警方表示當下遠景急著要處理案件 變換車道有打方向燈跟鳴笛提醒絕對沒有違規 另外在南子區則是有重機騎士 被違規的休旅車擦撞之後 對方下車沒有道歉還看似在說教 也讓重機騎士無法接受 重機騎士好短短執行 直接一旁休旅車打了方向燈就要變換車道 下一秒固然釀貨 車禍發生後雙方停靠路邊 違規駕駛也下車關係 你們這種車子很交歸 我必須還要找瘋狂過這種東西 看似前輩在對後輩說教 所有駕駛還想大事化小 你絕對有沒有吵架 如果沒有到排車座 發現騎士人決定報警 駕駛連句抱歉都沒有 反而返回又再說教幾句 因為他要早期 我絕對不會穿這種衣服 事發在27號下午高雄南子區 當時重機騎士遭到變換車道的休旅車撞上 眼看對方連句道歉都沒有 還似乎一而再再而三說教 重機騎士無法接受 事後警方也開單裁罰 自小客車 儲清台幣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還 而另外在三民區則有民眾抱怨 遠景騎車好危險 綠燈亮起騎士才正要起步 但前方準備左轉的警用機車 卻忽然向右切 而據了解 當下警方及時獲報 前往處理案件 變換車道也打方向燈 跟鳴笛提醒 絕無違規情形 遠景全程 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畢竟案件處理事態緊急 也請民眾禮讓 同時體諒辛勞執法遠景 介紹我們 好了